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TI11国际邀请赛的比赛 这个是外卡赛小组赛第二个比赛日 第二个比赛场次 Informance对战XG双方BOR的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当中的XG最终是笑到了最后 Informance选择了一波破釜沉舟的强拆基地 但是确实顶不住对方的伤害 最终还是被XG拿下了比赛 在第二场比赛当中的XG是拿出了 昨天对手曾经用过的一个沉默加谜团的阵容 然后在大哥位的位置上选择拿出的是熊战士 继续用熊战士 然后中单的拉希克 Informance这边则是拿出了戴泽海民TB和影魔 这样的一套阵容体系 这个最后一手Informance这边差的应该是 大概率是个三号位吧 海民虽然现在也有打三的 但必须是少数 搬人方面的话 XG选择搬掉的是亚龙和AA 搬掉了这两个英雄 搬掉亚龙和AA主要就是为了保 搬亚龙是为了保熊战 搬AA的话主要是为了保这个拉希克 因为拉希克现在非常 谢谢老兵性打赏的50大赢了 谢谢老板 Informance他最后一手拿出来的是一个先知 XG刚刚在和T1的比赛当中 两场比赛都是被对方的先知给战胜了 那么这场比赛他们想要拿出一个先知来吓唬对手 啊 辅助TB 辅助TB 大哥位的先知 四号位的TB 然后五号位的海云 三号位戴泽 中单影魔 辅助TB 辅助TB 我倒用过 我自己玩的时候我倒是真用过辅助TB 大哥儿TB重见天日 大哥儿TB应该不是 我我姑且认为应该不是 大哥儿的TB 吓唬为TB我自己是用过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倒影跟现在的倒影不一样 不一样 这种TB的话 我觉得他是不是会选择使用这个 换血来救队友啊 三号位的戴泽 戴泽会很有很有钱 等级会很高 然后TB这边用换血来救队友 换血加上这个 等于是 变相的一个TB加戴泽的这么一个组合 就是以前的组合是我戴泽给TB搏葬 然后TB跟对方换血 现在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戴泽给队友搏葬 然后TB跟队友换血 这么一个情况 甲四真一我觉得概率应该不大 因为他们这场比赛一号位拿的是先知啊 中单影魔一号位先知 根本没有钱给这个TB去刷 让TB转大鸽位的可能性 无限趋近于零啊 但是TB从他的技能和天赋的角度上来讲 他也确实并不具备一个 不太具备辅助的这个 这个能力 如果一定要 你要非得让他去打一个辅助位的话 到了25级选择减34秒 混沌CD 那他可能确实有点用 但是TB的这个出门装 又非常像是一个主力位的出门装 一级加一个倒影 带泽过来抢服 失败了 给一个倒影 追一追对方的熊战士 欺负欺负对面 以前我自己在 还打天梯那个年代 我自己用辅助为TB 是一般是打对面的抵法师的时候 我会选择出一个辅助TB 然后用倒影 倒影对面的这个抵法师 让抵法师的幻象去砍抵法师 然后把抵法师的蓝砍光 但是有的时候 但是后来我基本上就会选择 用毒狗来干同样的事情 倒影这个技能 在前期对线能够给对方造成的威胁 现在这个版本的倒影 非常非常非常小 以前版本是可以的 以前版本的那个倒影很厉害 单体倒影 复制幻象 加上一个很高的减速 而且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现在影魔在中路和TS的对线呢 现在两个人都是只有正补 没有反补 戴则在上路现在4-1 熊战士现在是2-0 沉没术是加上熊战 打对方的TB 加上戴则的这个双减速的话 前期是打不过的 就如果你前期跟对方硬钢的话 你是钢不过的 戴则在打这个熊战士的时候 他的加点方式 可以选择去加一级搏葬 然后主毒 加一级搏葬 然后负点这个回血 这样吧 熊战士永远都不可能打得过这个戴则 你只要敢冲上来 我就先给你一个毒 然后A你一下 然后回跑 你拍地板 你追着我 然后我就走两步A你一下 走两步A你一下 然后等到我上最后一40血的时候 你的血也不多了 我给自己加一搏葬 然后就把你A死了 所以戴则在前期打熊战士的时候 他肯定是不虚的 沉没术式的技能 现在是加了一级的 这边TS的一个C雷达D 打中的对方的影魔 中路的捕刀方面 现在两个人也是一个护肥 下路这边先知的捕刀 现在是5-5 先知的捕刀比较一般 主要也是 对方是一个谜团 跟谜团对线的 捕刀确实不太好捕 我觉得选物理戴则的概率很低 现在的戴则并不太具备物理的能力 这一波的急火 要毒死了呀 这个 被这个TB直接开着变身 然后再加上倒影 加戴则的毒 把楼子熊战士给毒死了 辅助A TB恐怖如斯 拿到一血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辅助A TB 准备出什么装备 有一个说法叫 就是辅助A的TB 如果 他是一个辅助A 没有占多少经济的话 他可以出一大堆的 细带 因为他也不需要出 什么太复杂的装备 这个英雄没有跳刀的需求 对吧 作为辅助A 他没有跳刀的需求 他也没有威光披风的需求 他也没有推推的需求 他可以出一大堆的细带 然后在25分钟 这个细带 这个东西 对吧 25分钟以后 那就厉害了呀 五个细带一个假腿 其实 到了25分钟的时候 这个五个细带一个假腿 的战斗力很强的 真的很强的 五个细带的话 到了25分钟以后 是可以直接给他 加50点敏捷 20点力量 20点智力 加60点 攻速 然后再加20点护甲 再加上一个假腿 这个TB在那一变身 真的变身一开 还真的不热 我跟你说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一身装备 它虽然价格 总价值其实不便宜 一个细带的话 总价值的话挺贵的 一个细带要505 五个要2500块钱 但问题是 它合成的每一个东西都很便宜 小件都是100多块钱 一个 100多块钱一个 对吧 你做五个东西出来 就是等工资 你都能等出来这些东西 这边TB也追着脑 然后戴泽这里再A一下 有这个毒啊 看一下戴泽的加点加没加脖藏 他现在还没加 他四级留点了 你看 他四级留点了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那种 就是他这个戴泽 他前期留一级脖藏 跟熊战士对拼 这个熊战士还真拼不过他 他会被不停的毒 然后毒的就没血了 这块拉一波野 nice 露了一个近战兵出过去 露了一个近战兵过去的话 这边TB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大魔伴 光听属性感觉像一般 A帐了 比A帐高 比A帐高 别的都不说 那50点敏 那50点敏捷就很吓人 比A帐的属性可高多了 就纯靠倒影打辅助嘛 中期咋慢 中期的话 他可以用换血救人 可以变身给输出啊 你要知道TB这个英雄 在满级变身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输出其实是很高的 满级变身的情况 他的本身的物理输出 是要高于绝大多数的酱油味的 当然缺点是没有什么技能输出 但是换血可以救一下人 TB这个英雄 我确实自己玩过 我也确实 就是玩过辅助的TB 他有用 他真的有用 只不过就是 他的这个作用 会让你感觉很奇怪 然后你可能不太适应 但是并不是说 这个英雄本身 他没有价值 看看这个海民上来 然后呢 影魔原地摇大 这个大招出来 伤害拉满 直接反杀 对方TS 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秒到小小 呦 这个影魔 这个大招啊 绝者 这一波失败 进攻失败 让对方支援过来以后 影魔的一个大招 直接完成反杀 大战之后必有恢复 雪传一波 3比0开决 英雄本身边 现在是2000加的团队精英领先 鼓竹TB打大哥 敌把是特别好用 是的 这个刚才 刚才我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就说的是这个 影魔这边给上一个影压 这波可以杀 小小过来一个山崩 nice 但是TS这波最后 也是被击杀掉了 那么小小还能再往前追一下吗 看一下这个TB 还差一个平A 不用了 戴泽的毒 直接是再次毒死了熊战士 那么熊战现在是 2000块的精进 Informance这个阵容啊 他唯一的问题是 鼓竹为TB加3号为戴泽 会出现一个输出不够的问题 而且他大哥位选的是一个先知 影魔现在出的是一个假腿 我们还不知道他打算是法系的 还是物理 好 TB死了 这把VT2连直接就秒了 因为TB血量太低了 这波不错 这波小小过来和VT2连直接白白捡一个人头 那距离自己的密法鞋差的就不是很多了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的话是3000块 两边的三条战线全部都是Informance这边优势 先知虽然在下路跟对方的谜团兑现补刀方面 肯定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但是呢影响不大 他还是可以保证自己的发育 TB这个Informance这个战队因为它是个南北战队啊 南北战队的一个特点就是莽 就是突出一个莽 南北赛区现在在全世界的所有的战队里面来说他们也是最莽的一个赛区 就是东欧已经不行了 东欧赛区现在都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满了 特别磨叽 现在全世界最猛的就是南北赛区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 所以当南北赛区的队伍他拿到场面上的优势的时候 他的那个进攻是不讲道理的 他是不会像上场比赛插地那样拿到了优势 然后半天不进攻的 他不管你那套 他就给你拼了 老娘给你拼了 这边先知先知先知从哪支援 先知支援过来以后这里冰墙留住 拒绝者这边没了 拒绝者被击杀掉了以后 TP上来看到了地外 地外直接一张TP回家 跑文权 没露给对方机会还行 但是拒绝者的节奏崩了呀 TS的这个节奏崩了 而且楼子熊战士现在被对方打得根本连线都上不了 没法补刀了已经 南北赛区不给你讲道理的 他就是就是跟你打 玩了命的跟你打 曾经有一段时间南北赛区学了特别的末节 但是这届比赛来看的话 南北赛区的这个风格又改回来了 又不跟你没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打得特别慢 老十一的谜团现在三间七的境界 对方的影魔四千五 TS三千熊战士两千五 我去 酱油位TP已经开始追着大哥位的熊战士吹了呀 这个离谱了吧 开了个变身直接把楼打跑了 站在对方家野区刷钱 TB不当人了 带泽这个英雄刷钱是很快的 尤其是有大招以后 他刷钱的速度其实非常快 因为他是一个纯物理输出英雄 他所有的技能伤害全是物理 一技能的剧毒之处 三技能的这个 这个暗影波都是物理输出 然后大招可以给减甲 所以他刷钱 刷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快的 每个兵A一下 然后一个毒一口奶 一波兵就没了 这边斯雷达地给上 秒掉对手 漂亮 TB过来给了一个倒影 如果这波对方哥几个全都撤了 问下什么是外卡赛 外卡赛就是 也叫突围赛 简单来说就是给剩下的12只队伍 两个进到TI的名额 拿到前两名的队伍 可以再进击到TI的正赛 这波戴泽这个兵线处理的 还是比较着急的 上去后直接给了一个毒 给了一个奶 因为不知道对方有几个人埋伏在这 迷团在做什么装备 迷方肯定不用猜啊 不是 看我都不用看 我就能猜出来 肯定是先做 那个月灵之气 做完月灵之气 做跳刀BKB 然后做这个杀新 看一看对不对啊 你看月灵之气 肯定是草鞋 月灵之气 然后跳刀BKB 就是迷套 南美明年0.5个名额 最好 那不会的 南美是现在全世界 哦 影魔这个地方 大招出来 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 直接秒掉 漂亮 这一波的配合 是影魔的大招 配合一个先知的大招 然后再加两个影压 直接秒杀 这关海民 来 没有血球了 已经 这里吃毛伴 给上一拳 迷端过来 给了一个增悟 然后大招 直接拉住 对方的怠泽 这波怠泽 可以被秒 漂亮 打掉 而且地外 这里加了 自己的飞镳 加了飞镳的话 可以捡对方 来点智力 影魔的引刀 第一波出来以后的效果很好 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个魔龙枪 那这个就是一个纯物理的影魔了 然后呢 TB这边准备出的 加一个装备 是做战鼓 战鼓 那就应该可以考虑出绿蟹了 TB可以考虑做个绿蟹 然后做这个宽容之靴 宽容之靴 这个道具 它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一速流的英雄的话 其实宽容之靴 是很厉害的 因为宽容之靴 不像绿蟹 它不会被破坏 智力会不会捡没有的 大叔 它只能捡白字的智力 所以不会捡没有 因为它总能有绿字的智力来填 它会被捡到零 但是呢 DOTA2这个英雄属性里边 有一个基础的血量 和基础的蓝量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就血量和蓝量 都来自于力量和智力 TB比被压爆的熊战士还穷 这个老板一看就是刚进直播间 它是个辅助的TB 现在团队经济领先6000加 7比5的人都是数 先知和影魔两个人的经济 目前都非常非常的肥 戴泽这段时间刷的比较慢了 戴泽现在这个版本 刷的慢的一个核心原因 是因为戴泽没有了死灵书 死灵书这个道具 对于戴泽的刷钱 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提升 提升在哪 戴泽有死灵书的那个年代 他把死灵书招出来 然后满级的加血 加上一级的大招的情况下 他可以把两个死灵书拉上去 配合兵线一口奶 直接清掉一波兵 就是一口奶一波兵 一口奶一波兵 而且保证所有的捕刀全是他的 所以那个年代的 就是戴泽 如果要刷起钱来的话 很少有哪个英雄能跟他比 因为他可以保证死灵书无限招 死灵书可以无限用 不光是可以快速的清线 他还能带着死灵书去打野 死灵书那个东西的战斗力又很强 打野速度也很快 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 所以你看这个三号围的戴泽 他在游戏的这个阶段 他的刷钱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 他说辅助TB是什么思路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思路 我虽然自己用过辅助TB 但是我说实话 辅助TB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 就是远没有到 他真的值得在比赛当中去上辅助的这个价值 没到这个程度 就让海民变个雪球滚下兵线 然后直接开溜 TS给上一个减速 然后开大追 海民的兵强并没有能够截住 有点可惜 这样最后还是被对方的TS带走 哪有人头都是老十一的谜团 戴泽 有关说戴泽现在没有减CD了 有 戴泽现在的这个减CD是换了一个方式 改到了这个扇咒里面 就是每一次施放技能之后 其他所有冷却中的技能都会减少一秒的CD 当然他这个不减物品 减技能不减物品 所以戴泽现在在团战的时候 就是最好是疯狂的去放技能 疯狂的放不要停 保证蓝量够的情况 疯狂的去刷技能 尤其是伯葬 第一时间直接给 给完伯葬以后 然后开始疯狂的去用这个 炉和加血 以及大招去刷自己伯葬的CD 这个戴泽就会特别恶心 特别特别恶心 然后过来打入山 Informos这个阵容 打入山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早 因为有先知的树人可以扛着 加上影魔还有戴泽这两个英雄 打入山的速度很快 熊战士可以提供 这个海民可以帮着提供一手 帅两皇家 他说点金戴泽怎么样 以前可以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值了 帅泽的编织 啥时候改没的 帅泽的编织 就是 这个具体时间我也忘了 就是把他的编织 改成邪能和善咒 这个技能的那个版本 大概是在最近的三个大版本以内吧 两三个大版本之内 改的我记得是 现在TB的装备的话 他是做了一个战鼓 然后现在还不知道他准备在团战的时候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 啊 这块这张TP 这张TP 能回去吗 回去啦 大了一丝险啊 楼这个位置太可惜了 楼这场比赛 因为选择是补了一个 这里 我去 这是真的 完完全全 重叠的一个大招 我看一下他对位置的预判 正好是在这个熊战士 走过这补刀的时候 占了一个完全重叠的位置 呃 TP 哦 这个迷团的大招拉住了TP TP肯定是死了 TP这波被带走 而且 戴泽也被击杀掉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TP戴泽两个人双双被击杀掉 还是比较赚的 对于XG来说 这波很赚 尤其是TS的经济 现在追上好了一些 对方的这个先知 这个大哥位的先知 到目前为止 还没看到有什么剑术啊 既没有找到机会去代线签置 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支援 真的没有特别多的支援 团队队经济差其实稳定在4000这个档已经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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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了 也就意味着这段时间其实XG是逐渐的把比赛的节奏打回来了一些 而且狂战斗的熊战士 而且狂战斗的熊战士刷钱的能力 补经济的能力非常好 再补一补经济的话 正面团战倒是未必打不了 可以打 哦 隔壁VG赢了 哦 可以 观众隔壁VG能赢一场不容易 VG这些比赛确实挺难的 这波上来 哎 发现了小小 直接过来秒小小小小的这个山崩拖一点时间 还是被击杀掉了 TS在后排也是被对方打成了一个残血啊 很尴尬 先知主要是一上来直接是出了一个血迹 血迹这个东西用来打TS真的太好吃了 因为它是一个用法师克星合成的道具 用来打先知简直不能更合适了 TB这边在出完了战鼓以后 选择要出的是祭品 那出祭品的话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的 再则是去出大鞋了 准备去出大鞋加魔精了 然后把这个出怨灵之气的任务 交到了TB的身上 保证TB在团战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额外的作用 也是不错的 就算这样 Informos这个阵容看不出来怎么赢 Informos这个阵容为啥看不出来怎么赢啊 他们这个阵容 现在已经是Informos最强时期了 这个你我觉得其实你说法啊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 XG很强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20分钟出头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TS的绝对强势期 熊战士也应该是强势期 小小更应该是强势期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阶段被对方一直追着打的话 那这个比赛就会变成有人要完全靠着迷团加沉默来打了 再往后刷的话 TS熊战士和小小这几个英雄 他们的战斗力和他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分位 都是会越来越弱的 然后逐渐变强的是这个迷团和沉默两个英雄的作用 Informos这个阵容的话 你往后拖 他的这个阵容输出是有保证的 而且因为有一个戴泽的缘故 所以他的保命也是有保证的 所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这边的承拨术士能不能够在对方想放伯葬的时候 一个大招不得按在那 然后对于戴泽来说的话 因为这样比赛 他第一件装备想要直接出的是这个威势竞甲 有一个威势竞甲的话 他威势竞甲是用来给自己队友奶 还是给自己驱散 这个是需要对方戴泽去抉择的一个东西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再去出一个莲花 反正他有钱 对吧 反正他有钱 好这波熊战士 哦可以 这波熊战士 楼的这个操作没问题 直接跳出去 小小这块这个山崩给的不错 定住对方两个 扔回来一个TB TB这块吃摩瓣 然后转身 看看找机会换鞋 哎漂亮 换出来了 换出来以后开始往回跑 队友伯葬给上 一个毒毒上去以后 全波数是给大 但是没办法反打 对方的先知 直接BKB切后排 把你所有的人全部顶掉 顶掉了以后 现在暂时TP完成 里面一换三 海民变血球往上滚 TS的撕裂大地 埋伏成功 Nice 还行 反杀掉了对手的一个海民 至少双大哥没有死 虽然三个酱油都被带击杀了 但是双大哥活下来就还算可以 毕竟这个是对方的双大哥BKB第一波 这波损失不算大 可以接受 这波对于XG来说的话是可以接受的一波 毕竟对方双大哥BKB第一波 你正面团没完全崩了 没让对方趁机去再多控一个肉山盾 这就不错了 戴泽现在有了大鞋 下一个装备做魔精 魔精有了以后 戴泽的这口奶上去 这口毒上去 就有点厉害了 截择者的TS经济在努力的补过 但是确实补不过对手先知 先知这套比赛基本没有去做雷锤 但是这个英雄本身的刷钱太快了 而且地图的控制范围 这个Infamous一直是占优的 好在团队经济差没有进一步的拉大 戴泽的这个经济现在比较慢 对于XG来说 这套比赛还是有机会 再加上沉默术士和谜团 这两个英雄在游戏后期的作用很大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对于XG来说 大叔大叔托普森出围了吗 托普森什么叫出围了吗 这位小小欧找到机会抓住影魔 影魔BKB开出来以后对方这里是谜团给一个大拉住两个人 这里博葬给上去 TP再等沉默结束 然后换血 为什么不给永雄换血 他换血给谁了 他点歪了 这个TP的换血 TP的换血换谁了 我看一下 他换了一个满血的人 好像是 看一下这个TP的换血给到谁了 这个位置 不对啊 他没换错呀 我看着 他好像换的是 是影魔呀 换BKB上了 不是他换了 他换了技能进的CD了 我眼看着他技能进的CD 换BKB上了 没生效 这个我没试过 兄弟们 这个我确实没试过 这个地方追过来以后小小被带走 而且冰枪截住了一个地外的沉默术士 让小小跟沉默两个人被带走 肉山盾呢 肉山盾是在熊战手里边 肉山盾在熊身上还行 这块先知飞过来以后 杀了对方的一个小鸡 这个换血 这个事我还真没 我真没试过 就是队友开BKB的换血结果是什么 换血并不是无视技能免疫的 但是对于队友的这个目标 如果是队友是这个换血的目标的话 能不能生效 我是不知道的 我没有试过 待会这场比赛结束了以后 我去试一下 如果他对队友没法使用的话 他就是换到对方身上了 不纠结啊 咱不纠结 一会儿试 这块先知现在手里边的装备 下一个要做的是否决 那两万经济 这个先知确实是有钱啊 但是团队经济方面 现在已经是被对手追上来了 那个XG的一拨开悟 XG的这拨开悟 进攻的话 谜团的大招还有30多秒 谜魔术式是有大的 谜团打还有30多秒 这样的话 对方的双大哥BKB 如果硬打起来是不好打的 他们这拨应该是想要去抓人 这个开悟不是跟对方开团 应该就是想抓对方一个大哥位 先秒一个大哥 然后再给你开团 现在Informos这边团队的经济领先 主要就是在先知这个点身上了 其他位置的经济 已经都是跟对方持平 甚至被反高了 但是这块海绵一拳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拳头 给上去以后 再加一个雪球 但是没有给冰墙 没有去截对手的熊战 影魔如果不给上一个大招 直接贴脸放的话 想去秒对方的熊战 确实要是太难了 而且熊战身上有盾 这个时候Informos已经是 不太具备和差距5v5的能力 差距又是忍到了自己的 这些英雄状态成型 这个熊战是 应该是失误了 他这个明显是失误了 应该是右键点到那个单位上了 看看这块 小巧一个投掷 TS的四加大帝兵 没有中央对方变雪球 变出来了 反杀没成功 没有成功 海绵这里临死之间 丢了一个冰墙 但是没有伤害跟上来 先知要飞吗 还是在下路继续带 先知那边选择 招力堆树人往前走 自己的本体 并没有继续往前带 而是选择先往回撤一下 这样的话 熊战士 踢回来 少一下下路的兵线 因为有狂战斧 所以清线速度非常快 小树人也可以几下全部清掉 咱们有直播间观众 有直播间观众 去这个测试了一下 去测试了一下 关于TB的这个换血 咱们就不用试了 就是队友开BKB的话 TB的换血 可以点到队友身上 也可以生效 也可以进CD 但是不生效 就是换血是没有结果的 但是技能会进CD 这个咱们观众刚刚已经去测试了 咱们就不用再纠结了 那刚才就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先知现在手里面是冰眼加狗爵 加上一个这个血迹 团战的时候就看他能打到谁 现在的问题是他能打到谁 他们这个这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去吸引 熊战士的输出 熊战士的输出有人吸引 然后熊这个时候先知才能够去输出对方TS 但是没有什么人能扛得住这个熊战士 粉丝弄牌 谢谢老板 现在对于XG来说就是谜团有大 然后传播有大的时候 这个正面团基本上就 大概率是能够必赢的 大概率是能必赢的 拉西克手里边是绿杖 这个蓄灵刀 加A杖 然后正在出的是冰甲 有一个散滑还没有合成这个散灰对剑 简单是先带一个散滑加一点属性 先知的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撒旦和强席 不过先知这么出装备的话 他A人 感觉还是有点A不动 他的强势期已经慢慢的在变弱了 虽然他的装备一直在出物理装 但是对方的这个硬度也在成长 而作为先知这个英雄 比较亏的就是他没有百分比的技能 所以就是你继续往后拖的话 你的成长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量变积累的质变 那那种百分比型的英雄不一样 越往后他越变态的一个属性 现在的这个先知如果想打正面的话 考虑到对方谜团的这个缘故 所以现在Infamous打这个谜团是没什么太好处理方案的 处理谜团他们这个阵容只有一个人能处理 就是海民 只有海民能处理 但是海民的话装备上要做的是跳刀和风胀 然后准备去出A TB被留一个投掷 没落地直接被楼给挠死了 这样的话这个辅助A的TB 现在的作用就完全没有了 这样虽然出了阅灵之气 但是战鼓已经用光了 看看要不要考虑去合成一个大绿邪 就宽生之靴 不过这样 当这个外卡赛场军膀胱局 场军膀胱局这个事也却真的是 现在的这个版本就是改的 把比赛强行都改成这种特别长的局势 我觉得这个改动不是特别的好 说实话 上个版本虽然说那个节奏有点过快 导致很多大哥位没有用 但是强行通过这个减缓升级速度 然后来降低比赛的一个节奏 来增加比赛的时长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做的就是更加的科学一些 换一个方式做的更科学一些 这边发现了对手的一个熊战士 但是熊战士现在 哦这个地方先知的大招弹过来以后 证明这个位置是有视野的 先知的这个大招弹的有点快了 这里海民一拳上来 秒掉一个对方的小小 沉默术士也被击杀 沉默术士现在是已经放过大了的情况 迷端手里边 BKB拉住 熊战士上来给输出 TP来得及换 还是换不了 哎呦 换BKB上了 想卡一个极限时间 结果又换到BKB上了 那这样的话 这波带泽虽然是买活 但正面团战还是打不了啊 真的是好尴尬 这个游戏设定只能说 就是这个换队友BKB技能会进CD 但是不生效的这个东西 游戏特色 游戏特色 这个时候对方选择 影魔也是选择了买活 然后戴泽直接过来送了一个买活死 戴泽直接送了一个买活死 那现在正面这场是一个四打五 不过迷端和沉默都没有大 对方的影魔手里有大 这个如果硬打的话 对于差距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好打 先知这个走过来 框一下 框一下以后呢 否则给上去 想秒没有成功 BKB开起来 开始强杀TS 这个TS直接被强杀成功 Nice TB变身 开始给输出 影魔一个大招摇出来 楼这个地方好在 身上一直是有大招的效果 对方的控制时间很短 打完了这波以后 TS选择了买活 买活以后 小小一个山盟留住两个 投掷扔回来一个先知 先知现在没有BKB 能打得过吗 看看这个先知的输出有点高啊 这TS给伤害 先知硬点还差一下 没打死 但是好在TS的虚拎刀 再加上自己的大招 烫死了对方的先知 先知现在是没有买活的 留住对方这个买活的影魔 Nice 绝者完成一波三杀 打完这波以后 熊战士选择了买活 加上买活的TS 回来打赢 打赢以后赶打盾 这个肉山盾 只要能打下来的话 还是雪转的 这小小的投掷 直接留住对方的海民 完成击杀 这样啊 打一个肉山盾 肉山盾加上奶酪 盾给一个大哥 奶酪给另一个大哥 八星球碎片的话 按照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应该还是 给谜团的收益更高一些 那就好多了 那就好多了 那差几场比赛 至少现在看下来 这个赢面就大了很多了 刚才这波两边的 买活大作战呢 有一个人没有买 先知没买 因为先知没钱 他没买活 所以他这波的经济 没有损失 也是让他的经济 现在看起来 还是比对方的熊战士 和TS要高了不少 大叔等一下 波T1对VP 我下一轮比赛 在T1对VP和 秘密那边的比赛 就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波哪边 他说最近Liquid有点猛 Liquid这些比赛 到目前为止 确实表现得很不错 确实很不错 这波团战要看下戴泽 直接被秒 戴泽直接被秒以后呢 刚才有人说有剧扣啊 我翻了一下弹幕没找着 翻了一下弹幕 耽误了点时间啊 B站这边 那个防管帮忙看一下 那时候待会儿有解说一场 T1对VP的赛事吗 有可能会说 T1对VP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是想看 T1对VP的观众更多一点 应该会选择多那场 马上就能看见 T1的单排日记了 确实 对吧 看一下熊战士 山上有盾 所以上来浪一下 问题不大 对方的舒服线 暂时也不太够 影魔回来了 然后呢 TS这边也是直接飞回来 打正面 弥团一个大招 拉住对手两个人 看一下这个TB被沉没了 完全没有机会换血 然后刷新第二个大 再拉住先知 先知被带击杀以后 先知可以买 但是没有用 海绵也被带走 先知这边选择了马虎 三路的兵线 离对方的高地 都有一点距离 先知决定去上路带线 跟对方换路 但是对方已经把中路拆完了 拆完了的话 你现在再去上路的话 对手直接可以回防 回防了以后 你正面这边少人 没办法去留人 所以这边还是亏的 小小的下一个装备 辅助小小也是准备 要去出一仗 辅助小小这么直接 出一仗的收益一般般 可以 单一般般 这场比赛对面的阵容 是没有人能处理得了 BKB迷团大的 能处理的只有海绵一个 但是海绵想处理BKB迷团大 太难了 那时候这把小小 是不是可以考虑吸瓦 小小这样比赛出吸瓦 小小出吸瓦 做的不大 小小出吸瓦 收益确实一般 对方这个阵容 对于吸瓦这个道具来说 没有特别害怕的 对方看着 对方看着 不太不安 对方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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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呢 小小出枪袭呢 小小是个酱油啊 你让他出那些装备收益不高的 酱油味 像小小有这么多钱 我觉得酱油味 最主要的就是让自己活着的时候 有最大的价值 而不要想着自己能够活到 一波团战的最后 你出的那个装备 如果是需要活到一波团战的最后 才能体现出来最大的价值的话 这个其实跟酱油的初衷就有点背离了 当这场比赛 如果你针对对方的大哥位的话 天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对方的大哥位是一个先知 如果你觉得自己上不去摸不到这个先知的话 你可以选择出羊刀啊 四千多的穷款 距离羊刀差点不多了 在这儿的下一个招没准备去更加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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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一个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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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勇蝴蝶 脱强席给自己的队友去加一个护甲光环也可以 是没问题的 戴泽的A仗是不是很厉害 戴泽的A仗是很厉害 但是这场比赛戴泽出A仗没用 因为没有什么人需要他去刷这个 就是刷新物品的冷却CD的 因为这场比赛的核心不是队友的BKB时间不够 而是开着BKB也活跃来 这是核心问题 先知这边还是选择去出到了一个蝴蝶 出蝴蝶的话主要是为了针对对手的这个 熊战是没有MKB 然后对方没有人去出血迹 为一个蝴蝶来增加自己的肉搏能力 和被对手熊战贴身以后的一个对刚能力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熊战来说 现在出MKB很便宜 随时都能出 麦克风又关了吗 麦克风没关啊 麦克风开着呢 我这会儿这个麦克风是有声音的 我关于说熊战是没有铁 没有格子去放这个MKB 有的 其实是有的 狂战斧和暈锤这两个道具 其中之一换成MKB就可以了 在谁游出败卡赛形式最好的大叔 现在大家都一样 因为小组赛不淘汰队伍 所以一切都要看淘汰赛的表现 小组赛更像是一个热身赛 12支队伍有8支能兼胜者组 有4支是败者组 所以这个Druck 影魔这个大招还是不放 忍着 然后等找机会 这边迷团直接拉大 nice 拉住以后打完肉杀拿到盾 再A4你的一个先知 没有买活 TS开着自己的A仗技能 直接顶上却带了对方的一个代责 以后迷团刷新第二个跳拉 拉住对手的影魔 完成击杀以后呢 现在是一个灵换4加你的一个TB买活 迷团这个英雄 虽然说老十一在此前的比赛表现中 迷团用的比较一般啊 但是这场比赛还是没问题的 好 那么伴随着对手打出了GG XG第二场比赛 再下一场拿到了宝贵的两分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XG的分数 基本上是可以锁定一个圣者组啊 锁定一个圣者组 对于最后的出现还是帮助很大的 好了 我是藏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稍时休息一会 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准备给大家进行直播的是T1 对战VP的比赛 让我们来看看Topson会有怎样的表现 我是藏老大叔 咱们下车比赛见 么么哒